纯情小处男掀开帘子 女人早已换好睡衣坐在床边 一脸妩媚地注视着眼前的男人 男人捏手捏脚地走进来 差点被一旁的高跟鞋绊倒 问题不大 俩人随即脱掉外衣 热情拥吻 但这款新出的都市利人 男人却一窍不通 女人尴尬地从前面解开 完事之后 女人安慰地告诉一旁的男人 没关系的了 一分钟也是很棒了 男人很不甘心 可他是一个能够穿越时空的人 只要能进入一个小隔间 就能发生奇迹 他回到过去 再次拉开门帘 这次提前躲开了地上的鞋子 很熟练地解开了女人前面的扣子 事后女人很满足 可他远远表示不够 男人又又一次掀开门帘 没等女人换好睡衣 就迫不及待再来一次 提姆这穿越时空的能力 是一年前自己父亲才告知他的 起初提姆丝毫不信 直到按父亲所说 来到储物间握紧拳头闭上眼睛 一股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 等打开衣柜一看 他竟然真的回到了 昨晚的跨年派对上 在零点钟声敲响那一刻 他吻了昨晚抱哈尔归的宅女 对此非常满意 父亲劝他用这个能力 去做更多有意义有意思的事 而不是想着不用工作浪费大好青春 比如自己就用这个能力 读了这一生进可能多的书 社畜听完都要哭死 而此刻的提姆 却只想赶紧用这个能力 去为自己找一个女朋友来 妹妹闺蜜前来过暑假 提姆怦然心动 渴望在这个假期 获得闺蜜的好感 但两个月过去了 提姆却毫无进展 像极了主编我高中时 暗恋前桌不敢搭话的样子 直到闺蜜临走的前一晚 提姆战战兢兢地 敲开她的房门 鼓起勇气来告白 不出意料 和主编一样被发了好人卡 闺蜜觉得要是提姆 早日过来表白 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提姆当即退出去 俩眼一闭就穿越到了暑假中间 这一次提姆做好万分准备 技法娴熟地对闺蜜真情流露 可闺蜜却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她 时空穿越第一刻 无法让不爱你的人爱上你 心灰意冷的提姆 告别了家人 开始独自一人在伦敦打拼 可出来嫁到的提姆 没有根基也没有什么朋友 白天与同事在一起 晚上只能与自己右手作伴 直到某日 自己刚交的朋友 带她去了一家关灯主题餐厅 随机进行配对 互相看不见对方的脸 只能听声变味 主打的就是一个开盲盒的刺激感 然后对于提姆来说 这一次她中了头奖 那女人名叫玛丽 鉴于刚才黑暗中 俩人聊得非常投机 于是留下电话 想着约下一次见面深入交流 可刚回到家看到沮丧暴怒的房东 才得知她今晚编剧的戏剧中 一个演员忘了大段的台词 致使全场演出已失败收尾 为了帮助她 热心的提姆继续发挥自己的能力 穿越到戏剧演出上 在后台提示了那个演员 房东的戏剧也圆满成功 可提姆打开手机翻看通讯录才发现 玛丽的电话已经消失 像从来不存在过一样 时空穿越能够改变过去 相应的未来也随之发生变化 这一条时空线中 提姆因为参加演出 并没有与玛丽约会 提姆再次返回那个主题餐厅 也没能找到玛丽的信息 幸运的是 提姆知晓了玛丽喜欢的一位明星 正在城里办展览 于是千等万等 终于看到了那个自己魂牵梦营的女人 在一番死缠烂打的搭讪后 提姆终于与他顺利说上话 可另一个晴天霹雳又如约而至 玛丽在上个礼拜已经交了新的男友 他们是在一场派对上认识的 知道时间地点的提姆 再次使用能力 穿越到了派对那晚 赶在那个新男友之前 提及他感兴趣的话题 成功地把玛丽知了出来 因为有过俩次的了解 提姆与玛丽相谈甚欢 比之前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接下来的事 也是干柴烈火 水到渠成 提姆与玛丽很快就确认了关系 每天都非常快乐地上班下班 甜蜜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自己也顺利地通过了岳父岳母的面试 然而这天提姆与同事一起去看话剧 碰巧遇到了自己之前 表白失败的妹妹闺蜜 在尝试几轮不同的对话之后 提姆还是放弃了上前去酗酒 可散场后闺蜜还是注意到了她 甚至支开朋友 邀请了提姆单独去吃夜宵 直到来到她的家门口 闺蜜一扫之前拒绝的姿态 反而十分迎合提姆 暗示她进屋 这时提姆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 她好似知道了自己要干什么 抛下了一脸尴尬的闺蜜 一路火花带闪电返回家中 播放浪漫的音乐 单膝跪地 语气严肃 像刚刚睡醒的玛丽正式求婚 答案也是不出所料 这么纯情专一又活好的男人 当然是答应她 婚礼也是如期而至 在庄严肃穆的教堂中 一袭红色礼服的玛丽 在俩位天使般花童的簇拥下 登上了这一神圣的殿堂 而在伴郎至此环节 提姆选择的人不是冷场 就是阶段 要么开口就是一副脏话大权 直到反复穿越 选择了自己的父亲 这才完美达到应有的效果 没过多久 提姆的孩子就顺利出世了 怀抱着这个小生命 顿时感到世间的一切 都是那么无关紧要 甚至以后与家人们一起的微小细节 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孩子也渐渐长大 提姆也几乎不再使用穿越时空的能力了 直到孩子的一场生日聚会 邀请了各自的亲朋好友 而妹妹因为和男友吵架 一时赌气喝酒开了车上路 发生了一场惨烈的交通事故 等提姆赶到医院 妹妹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 为了拯救妹妹 提姆回到了今早她出门前 亲自把妹妹接了过来 但长久之际 提姆他们认为 是这个男友与妹妹不合适 为了避免妹妹爱上这个人 提姆只好将自己有超能力秘密 毫无保留地告诉妹妹 妹妹自然是如提姆当初的那样 一点都不相信 为了验证自己的能力 提姆握着妹妹的双手 带她回到了那个跨年夜派队上 这也是妹妹与男友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尽管妹妹一脸震惊 但看到男友即使没遇到自己 也还是会与其他的漂亮女孩搭讪 这下彻底了结她的心结 秉着不能白来一趟的原则 当众给了男友一拳 便回到了未来 妹妹则与性格更温顺的男友在一起 一扫之前所有的阴霾 提姆也是心满意得地回到家中 可正当要孩子喂饭时 原本是女儿的孩子却变成了男孩 提姆的世界瞬间崩塌了 她不敢相信这会是自己的孩子 她返回孩子出生的那天 在父亲的告知下 明白了一切 穿越时空第二刻 当有了小孩后 就不能如之前那样随意穿梭时空 因为细小的改变 都会带来小蝌蚪的不同 最终导致孩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不得已 提姆只好放弃穿梭时空去拯救妹妹 夜赴一夜地陪伴她在病床 一直坚持到妹妹幡然醒悟 自己选择对这段关系放手 夫妻俩才安心离去 回到家中 提姆那可爱的女儿又重新出现在了她面前 日子转瞬即逝 时间如小夕般静静地流淌 他们很快就成了四口之家 又多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可时间带来了新的生命 又会掳走一个老的灵魂 这天母亲致电给他们 告诉了提姆父亲身患癌症的消息 父亲则很云淡风轻地与儿子在书房谈心 自己的肺癌是吸烟导致的 但他不能返回过去让自己戒烟 因为那是在孩子们出生之前就有的事了 现在他愿意接受这种现状 正如平凡人的一生那样 正常地经历生老病死 日复一日地过着平淡的生活 这才是普通人保持幸福的诀窍 提姆也听从父亲的话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哪怕生活再不如意 都不再使用穿越能力去改变过去 任凭生活如实中那般顺时针流转 但可以以另一种豁然的态度 去重复体验前一天的生活 感受之前自己不曾享受的细节 可那个日子还是到来 众人一脸忧伤地出席父亲的葬礼 提姆回到了过去 再看一眼自己的父亲 而父亲透过他的眼神就知晓了一切 为儿子念了一段自己最爱的一段文字 葬礼结束后 返回家中的妻子希望与提姆再养一个孩子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答应 那么以后就不能再回到过去看自己父亲 面对妻子的恳求 提姆做下了这个两难的决定 他最后一次回到过去 与父亲酣畅淋漓地打了一场乒乓球比赛 父亲也看懂了儿子的表情 知道这也是最后一次 儿子与自己见面 他们一起回到儿子童年 一起在夕阳下奔跑 在沙滩上玩耍 他们为此欢呼为此愉悦 感谢这一生做彼此的亲人 再见 我亲爱的老父亲 日后的提姆 不再穿越时空 他选择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如同过去的失误已经被修复一样 去享受它 去感受它 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中最后一天来看待 活在当下 不复来到这平凡的世界 作为一个平凡的人 亡走一遭